在朋友的雜物房 看到這把Dyson風扇丟在這裡 朋友說是早兩年裝修的時候 一般不小心撞到 造成了骨折歪頭 不過其他功能是正常的 當垃圾丟又不是很捨得 當時買了兩千多元 經過檢查後 在關鍵位置的扣環用料 對於這麼大的風 中風環來說 過於單薄脆弱 所以經不起輕微的碰撞 我說讓我來幫你修理好它 之前我對於Dyson這款 空月來風式的風扇原理 一直搞不清楚 其他人都說得神乎其妓 經過這次靈距離的接觸 才知道電機是藏在底座 用藏在儀柱的管道 送到環形的出風口 那些細縫出風 原理很簡單 但路徑很迂迴 我準備了兩細塊 4mm的芽加力片 作為扣環外置加固用 為了配合圓形的支柱弧度 我將芽加力放入焗爐裡 加熱軟化 為了容易處理 我逐片加熱 這是我預先準備好的圓形木帽 以及三個後枯 是用來將芽加力片壓成弧形 我用紙捲起 令到芽加力表面全平 時間到了 可以取出軟化的芽加力 把芽加力放在木帽上 再用紙隔開 然後再放直膠片 才能夠鋪上後枯 這樣可以避免後枯造成壓痕 我會把芽加力放在於芽加力 可以拿到這碗 然後再出動 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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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阿加力冷卻成形後, 解除喉枯 然後加熱第二片阿加力, 第二片阿加力已經壓成狐猩 在這塊狐猩的阿加力上開孔 精髓 阿加力, 我能保重 阿加力, 壓在一起 阿加力, 石頭, 石頭 石頭 阿加力, 石頭, 石頭 石頭 阿加力, 石頭, 石頭 兩片瓦加力已經開孔和修整至配合扣橫的斜串 用火焰拋光法拋光邊緣 我用一枝慢乾的薯枝混合膠 讓我有充裕時間來調整和調整位置 準備好 凡滾 切成粉 滾 切成粉 そして加熱 手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听到吗?听到吗? 添合亚加力后,再扣上锁带来固定的位置 在空缺的地方,再补多些混合胶 经测试后,全功能正常 回转向上向下都畅信自然,可以交货 我对朋友 如果能夠像王家士臣 對嬰兒這樣來服侍這把風扇 尤其是避免任何碰撞 相信它還可以用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剛好友台用了超過十年的廉價紅運扇 可以拿來比較一下 感覺起來兩台風扇全速時都差不多風力 Dyson的耗電量約45W 紅運扇的耗電量約40W 我用我的手機的草音軟件來測試 Dyson是60分貝 紅運扇的平均約59分貝 我準備了一個自製的風速計 雖然是簡陋一點 但總比身體的感覺來得下觀 這個帶有激光的轉速計 可以將激光射在反光貼上讀出毒素 因為Dyson和紅運扇的出風角度都不平均 我選了最大風力的測量 Dyson的轉速約每分鐘85轉 紅運扇的轉速是每分鐘120轉 當我告訴我的朋友 他的Dyson收好 他說不如就這樣送給你 不用拿來拿去 我說你還是拿回 我這個地方淺窄 很難招呼這位大駕子的貴婦 而風力和寧靜度又是很一般 在這邊 放棄了 從來 百分之間 還沒位置 你走